基隆市新住民已经成为基隆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让基隆市新住民朋友能够更加快速融入地方 并且保障自我权益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成立的国际家庭服务中心 特地邀请新住民朋友以及志工和警察局妇幼队人员 共同成立剧团 并且拍摄片名《拥抱新的家》为电影 内容更由女性新住民朋友反串男主角 除了宣导新住民权益之外 也宣导两性平权 我们除了新住民以外 以他们自己的角度来告诉你们 他们来台湾会遇到哪些困难 那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常知道的 就是因为可能来了之后 家人都把他们到外面交了很多朋友 之后会可能会有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负面的或什么 所以常常会把他们的身份证 就给他们拿下来 那再来就是他们常常会遇到来台湾之后 因为语言上沟通上会造成困扰 所以有时候是他们的好意 也会让人误解成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也想透过这个电影 用生活方式让你们能够明白 让他们能够接受 那所以我们这个电影上面在演出 我们都是请那个所谓的 他们新住民自己来演出 那我们也打破 因为我们是富佑基求助客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一直在推性评 所以我们也打破了这个性评的观念 所以我们在所谓的男女主角里面 就不会特别说一定强调 所谓的男主角一定要男生 所以我们也用一个 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请我们的女生的新住民来扮演男生 就是扮演她的丈夫 让她知道说 不是你们新住民来 你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一些难题 其实在台湾的男性里面 她的丈夫 她同样也是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她怎么样去帮你去克服 帮你去解决 社会处方面表示 未来规划让这个剧团 也可以进到学校 以及社区里面进行宣导 扩大宣导的范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